习不侠暖 听成语故事 习古人智慧 幽兔笑谈 成语篇 第115集 事宜 习字还没坐暖就得起身离去再忙别的事 形容奔走极为忙碌 没有休息的时候 于本怀男子 休无 典元 怀男子 休无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 圣人建卫者非以义乐其身也 为天下强眼弱 众抱寡 诈欺于 永亲切 怀之而不以相较 积才而不以相分 孤立天子以其一知 为义人聪明而不足以殿兆海内 顾立三公九卿以补一知 绝国疏俗 辟远悠闲之处 不能备得成责 顾立诸侯以教会之 是以帝无不认 实无不应 官无掩饰 国无一利 所以遗憾时机 养老弱而息老眷也 若以不依徒布之人观之 则依饮腹顶而甘汤 与望古刀而入周 百里兮转玉 管众束缚 孔子无前途 墨子无暖席 是以圣人不高山 不广和 蒙齿如以干事主 非以贪禄木为 欲誓起天下利而除半民之海 盖文传书曰 神龙憔悴 瑶兽曲 顺梅黑 与偏之 由此观之 则圣人之 忧老百姓甚矣 故自天子已下之于庶人 刺之不动 思虑不用 是智求诞者 为之闻也 并点缘参考 汉 班固达宾夕 据文玄 卷四五 涉论吟 盖文圣人有一定之论 烈士有不义之奔 亦云名而异矣 故太上有利得 其次有利功 不得不得后身而特胜 功不得背实而奔赞 是以圣者之志 栖栖黄黄 孔习不暖 墨图不前 由此言之 取舍者西人之上物 著作者前列之于是尔 并可参考 文子 自然 诸简典故 获建于汉 班固达宾夕 孔子 孔秋 西元前551年 之前479年 自仲尼 春秋鲁人 生有圣德 学无常诗 相传曾问礼于老丹 学悦于长虹 学寝于诗乡 初世鲁 为思寇 设行向士 鲁国大志 后周游列国十三年 吴建勇 年六十八 反鲁 晚年智力整理古代经典 有弟子三千 神通六异者七十二人 开平民教育先河 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无前突 没有因吹窜而熏黑的言从 形容人奔波忙碌 急急于行道 钱 阴钱 薛黑 秃 造秃 及气在灶上的烟囱 莫子 莫迪 西元前501年 之前416年 战国十路人 提倡接爱 非公 结用等学说 主张消异战争 宣扬和平 自成一家之言 现存有莫子一书 是莫家思想的代表 无暖席没有因酒座而温暖的席子 形容人奔波忙碌 急急于行道 暖 通暖 圣人 只上文医隐 女旺 百里西 管仲 孔子 墨子 不高山 不广河 不以山为高 不以河为广 表示 不会因山高和广而觉行道之念 干 迎求 求取 典故说明 淮南自为汉淮南网刘安纪门下时刻所编写的一本书 其中思想博杂是以为杂家之代表 内修物一篇以圣人之有为博南道家之无为 并提及孔子 墨子为有为之力政 孔子和墨子都是古代重要的思想家 分别为儒家与墨家的创立者 孔子为宣扬儒家的人意思想 周佑列国长达十三年 到六十八岁时才返回祖国辱国 墨子是战国时代辱人 主张消异战争 平等户爱 由于战国时期 各国之间大大小小的征战不断 墨子于是奔走四方 说服各国君王放弃战争 他们急急于行道 以天下为己任 一生都为天下生瘾而到处奔走 所以才会有孔子无前突 墨子无暖席之语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 孔子落脚出的烟囱都还没被熏黑 他就得离开赶到别的地方 墨子做的席子都还没变暖 他也要起身离开了 每天收获煮饭必须用到的烟囱 没被熏黑 表示停留的时间极短 席子无法坐暖 表示根本没有可以坐着休息的时间 后来 席步侠暖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奔走极为忙碌 没有休息的时候 用法说明 一 孔子席步侠暖的周游列国 为的就是宣扬儒家的人道思想 二 这些日子的生意特别好 我们真是忙得席步侠暖 人哑马翻 三 老王这一阵子忙着到处寻访新客户 简直是席步侠暖 马不停蹄 四 为了如期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也越来他忙得食不知味 席步侠暖 救难人员上山下海 席步侠暖的四处救人 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 一确令人钦佩 六 一会儿要开会 一会儿又要接下厂商 今天可真把我忙得席步侠暖 累得精疲力竭 习不侠暖 形容奔走极为忙碌 没有休息的时候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习古人智慧 幽兔笑谈感谢您的观赏